她的家里的长辈们,那个时候就会移送,但是她小时候没把这儿当成一回事,但是后来她在工作的实践当中,她逐渐就取得了这个家庭,所以她也特别盼望我们把这事做出来。 有这么多的殷送的老专家支持,还有一些热爱殷送的一些年轻人的支持。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渴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林颂终于在新世纪迎来了她的转机。 林颂终于在新世纪迎来了她的转机。 她并不是新生事物,她跟汉诗文一样古老。 在古代,读书是上学的代称,读书人是文人的代称。 因为读,因为读是学习文化的基本方法。 而这读就是今天所说的云诵。 古人读书的方式有很多。 有带旋律曲调的歌唱方式。 不带旋律曲调的读读方式。 有托唱的音用方式。 有加探词的额探方式 有看着书的读念方式 也有背书的访纵方式等等 古人读书的状态也有很多 有高与低,朗与末,急与缓,甜与苦 长与短,细与慢等等 所以,有高歌高唱,高银高涌 也有低歌低唱,低银低涌 有朗歌朗唱,朗银朗涌 也有末歌末唱,末银末涌 而所有这些读书的方式 统称为独 朱熹在《读诗法》中说 《读诗之法》须扫荡凶刺净 然后银额上下,逢涌同荣 使人敢发,方为有功 显然,读是统称 银额,逢涌是具体的读书方式 现代语言学家 唸,念和腔调是具体的读书方式 现在,我们就是把读这个词改名叫银颂 所以银颂的定义就是汉诗文的传统读法 它既包括有旋律的读法方式 我们今天叫做银或者银勇 也包括没有旋律的读法方式 我们今天叫它诵或者诵读 为什么要改名 是为了和现代朗读、朗诵区分开 银迅在《从百草原到三位书屋》中 记载了他的老师 授进吴先生读书的场景 先生自己也念书 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 静下去了 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只会提堂 也作结晶 我一心这是极好的文章 因为读到这里 他总是微笑起来 而且将头扬起 摇着向后 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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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 把他老师这种传统的读书法 叫做朗读 但是当时 也有人把新兴起的西方话剧台词念法 叫做朗读、朗诵 并进而用这种方式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银宗州中华银宗学术研讨会上 大多数学者同意使用银宗一词 代替读来指称汉式文的传统读法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明镜教授 最后汇总大家的意见 上报国家银宗 经教育部 中宣部和国家银宗批复 最终确定名称为中华银宗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中国那个银石调的第一次银石调的一个指数研导会 结束之后 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马上写了一篇报道 这个报道的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发表 然后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的关注 包括当时的中占部的副部长王世明先生 他呢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报道之后 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和徐建顺老师 一起跟他就谈这个事情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开始了就是引诵的 有组织的这样一个宣传推广 做这样的工作 传承中华文化 那么这种组织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才好呢 我们想成立一个中华银宗学会 我们找到了教育部 还有像中宣部的王世明副部长 还有其他人支持 就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包括教育部的语用司的当时的王登峰司长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他说给我们提个建议 他说这个国家的一级学会 如果是暂时不能成立的话 我们可以大靠到一级学会下面 大靠到语文现代化学会下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诗文开门公益课堂直播 我是杨岩 我们的公益课堂呢 分为两个大的模块 一个是19点课堂 一个是20点课堂 19点课堂又有两个内容 每周的一三五 我们先来收看古诗文银诵赏击与展演 我们就一首古诗文的银诵 和大家聊一聊讨论一下 这首诗该如何银诵 如何夺取 他的这个夺取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来欣赏一些展演 也聊一聊这个展演的方式 然后每周的二四六 会有明师明校之路 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 我们的银诵实验校 或者是优秀的银诵骨干教师 分享他们的经验 接下来呢是古诗文银诵练习 每天大家一起来跟着银诵周周学的教学视频 学习一首古诗文的银诵 今天的内容是宋代黄亭间的灯块阁 19点公益课堂呢更适合 咱们刚刚开始学习银诵 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学习银诵的 老师和古诗文爱好者们 欢迎大家来围观 大家一起来学习 紧接着二十点公益课堂 我们分为两个不同的栏目 每周的一三五由徐老师带大家 进行古诗文生意通解 全面深入的来解读一首古诗文 每周二四六呢是李云老师 带大家一起来进行古诗文银诵教学的备课 内容呢就是一三五的那一篇古诗文 那二十点课堂更适合有一定的 吟诵基础的老师和爱好者们 当然您如果没有基础 还没有开始学也想听 我们也很欢迎提前来了解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十九点课堂 欢迎大家收看古诗文银诵赏金与展演 我身边的是中国语言报刊协会 吟诵教学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徐建顺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吟诵是诗经秦峰无一 这是一首诗经啊就是一首古提诗了 诗言诗我们先来看见它的内容 这首诗应该是三章或者说三段 每一段呢是五句 每句都是四个字的 所以它引诵起来呢就是古提诗的引诵方法 四言诗的引诵方法哈 节奏比较均匀 然后有中古之音 这就是四言诗古提诗的这个特点哈 第二呢我们说说它的内容 从内容上来看这是一首出征的一首诗哈 表现了这种将士们同仇敌开共欲外敌的这种心情和气势 学奥师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 这首诗呢它每一张都是五句啊 这个我们呢学吟诵的人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啊 我们所看到的文本是古人记录在纸上的文本 并不是它真实的演唱时候的音乐的那个词 这个诗呢很明显最后一句它是一个唱歌状态 嗯 最后这一句啊它不是唱一遍的 它是来回唱来回唱 我们做的这个作品当中是来回唱了三次 是 其实唱三十次都可以 对吧 它是这样的 这样你一看你就明白了 其实它还是一个对偶性结构 是 它是四句 后面很可能还是色很多回 那这是一整段 并不是一段五句 嗯 嗯 那我们因为这种形式哈 我们在读曲的时候呢 也采用了这种唱歌的这个形式 对对 一遍一遍的来重复最后一句啊 嗯 嗯 我觉得它的运很有意思 三段每一段都会压不同的运哈 尤其是中间这一段是一个入省运 对对 中间是入省运 这个比较决绝嘛 嗯 坚决 最后这个呢是一个开口运 开口运是一个很昂雅很遥远的 一个开拔的一种感觉 我在那个罪名音诵里头 那个专门讲过这个运的这个 这个变化怎么样 大家看那个罪名音诵都已经能看到 嗯 好 嗯 最后一点我们说它的风格 正是因为它的内容啊 包括它的演唱方式 都决定了它的风格是这种豪迈的 然后表达这种坚定的情绪哈 即将就是破敌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嗯 嗯 对 这个前四句怎么安排高低啊 这个事情 嗯 这个也是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但我们安排的第三句最高 因为它说是亡于兴师嘛 亡于兴师是有一种号召感的 是的 所以把第三句定为最高呢 那么就形成一个一个山丘一样的 这么一个结构啊 然后后面第五句再挑上去去相和 这样就有一种起伏感 嗯 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一下 这首诗的夺取引诱 好 这个是我们之前制作的一个MV 也曾经向大家征集过 一起来看一看 嗯 哦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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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余子同盲,王于兴师,修我割毛,余子同盲, 启愿无依,余子同盲, 王于兴师,修我割毛,余子同盲, 启愿无依,余子同盲, 王于兴师,修我割毛,余子同盲, 启愿无依,余子同盲, 启愿无依,余子同盲, 王于兴师,修我割毛,余子同盲, 余子同盲,同盲, 启愿无依,余子同盲, 余子同盲,王于兴师,修我割毛,余子同盲, 余子同盲,余子同盲,余子同盲, 余子同盲,余子同盲,余子同盲, 余子同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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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月无一 雨子冬荡 风雨静止 修我家庭 今月无一 雨子冬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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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晶 這個挺用心的 要製版了一套 這個舞創道具很不容易 孩子們這個淫衷的時候 也很有激情 還是挺這份人心的 對 就是聲音低了點 聲音低了8度 其實我覺得他們可以上得去的 孩子的聲音還比較高 他們可能有些伴奏 需要調低 然後翻8度唱 這個如果人多的話 它是可以把人分開 能唱高的孩子唱高 能唱低的唱低 起碼8度可以 你不做3度和聲 你做8度也可以 這個是需要電腦 需要音樂老師來介入一下 效果會更多一些 對我們在展演的時候最好有音樂或者舞蹈老師的記錄 然後他們也有這個隊形的變化 有動作 有這個衝鋒的感覺 還是挺適合這首 《舞衣》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個 這個是西安的為俊梅老師奪取的 它不是咱們這個調 然後西安的吟宋愛好者們 我們一起來錄製的一個節目 對 團統民工廟 我們來看一看 這比我們那個早 早好多年 早好多年 這是我從我的 這個七八年前的吧 我從我的資料裡翻出來的 太遠了 你有一個行腔的感覺 一間 草薙 梦荒堂堂 光与心诗 修我歌谋 与祖同成 去无意 与祖同责等 我与心诗 修我毛巾 与祖先祝 其无意 与祖同成 我门 光与心诗 修我歌谋 与子学心修我歌谋 与子学心修我歌谋 聽 與此先行 魏俊梅老師根據這些傳統的 陝西的銀頌標 然後他奉獲之後自己奪取 自己奪取了這麼一首 參與的這些人當中 我也看到李宗翰先生在裡頭 現在李先生已經去世了 李宗翰先生是陝西伊林的 非常好的運動家 這個展覽 你能算展覽這個視頻嗎 我覺得有一種出征時候 百姓來相逢的感覺 拍得很好 看得很好 然後這個也是屬於普通話的 陝西味的 這個普通話也是各種各樣的 我們各種地方普通話 我創作的基本都是山東普通話的 這個魏俊是陝西普通話的 很正常 嗯 是 然後 它前面兩句 每段前面兩句 都有一種蒼涼的感覺在裡面 對 這個秦江啊 秦天游啊 陝西的這個調子 它有個特點就是尾部向下垂 對 拋物線的那種明標 到最後一定是 飛子 對啊 但是有一種那種 有一種悲苦蒼涼的感覺 嗯 非常明顯的特質 嗯 是的 好 那咱們啊 現在來總結一下這個展演建議哈 嗯 第一點我覺得 動作上呢 可以有列陣的這種感覺 嗯 要整齐劃一 還有氣勢在裡面 嗯 然後與觀眾互動 我覺得 嗯 因為是可以不斷重複最後一句的 重複好多遍 可以讓觀眾跟我們一起來重複 來呼應啊 感覺這個隊伍又增加了 增加了 嗯 嗯 嗯 演唱的表演的形式哈 我們剛才也說過 對唱 重唱 合唱 領唱 就不斷的重複重複重複 嗯 是非常適合這首詩的 嗯 嗯 然後我覺得樂器上呢 會有鼓 有號角 這種 嗯 出征的感覺 軍隊裡用的這些樂器 嗯 最後服裝道具 就像第一個 第二個節目裡面 它有鎧甲 有毛 有兵器 都是很適合這首詩的 對 嗯 嗯 當然我們如果想做現代化的話 其實 穿其他的服裝也可以 嗯 正出一些 嗯 對 嗯 好 那咱們就進入今天互動交流的環節 大家有什麼 呃 提問哈 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我們直播間 尹宋唐直播間的聊一聊中 發出來 我們一起來交流一下 你看看你啥問題 我在沒電了 哦 沒電 你看我的 你看 啥問題說一下 嗯 稍等一下大家可能在打字啊 嗯 嗯 嗯 很多老師都來找我要這個無一的伴奏 嗯 甚至有些老師是定制的啊 嗯 嗯 是一個非常好的展演的片幕 嗯 很適合 嗯 嗯 大家找點時間哈 嗯 其實這個詩經裡有兩首無一啊 嗯 一首是秦光 另外一首是唐風 嗯 唐風的那首 基本上應該就是秦歌 所以起源無一這四個字 感覺就像 周代可能就像個成語一樣 哈哈 很多人會說 嗯 嗯 有什麼問題 嗯 銀宋是不是也叫做銀唱 銀宋和銀唱的區別 嗯 嗯 嗯 我們只知道銀宋 不知道銀唱 嗯 銀唱是啥 你就問那個銀唱 他說他是銀唱的那個人 你就問他 嗯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銀宋和不是銀宋 只要不是銀宋 就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就不管了 它裡邊怎麼分就不管了 嗯 嗯 這個銀唱 這個往往是一個不規範的說法 就他們 其實自己也說不清楚 啥就銀唱 嗯 反正是 我只知道 它不符合銀宋的規則 哈哈哈 只知道這個 可能 不知道 哈哈 哈哈 你費用的問題呢 費用的問題 嗯 配樂啊 嗯 我們中華金简銀宋裡的配樂呢 一般就是100或者是50要看哈 然後 定制的話可能會貴一些 如果您要錄製 嗯 真樂器 可能要150以上一首 嗯 要看有幾種樂器了 嗯 因為要給到這個伴奏老師哈 還有錄音棚 還有什麼 對 設備啊 對 包括這個電池K7的 嗯 然後如果做MIDI的話 嗯 MIDI就長一點的 可能得3000 嗯 3000以上 3000到1萬 都有可能 對MIDI是比較貴的 嗯 因為它比較豐富 嗯 是 反正音樂這個東西 除了藝術創作 嗯 之外剩下的東西 都是錢越多越好 做音樂是很少錢的事情 確實是這樣 嗯 確實 嗯 我們也是因為這個銀送呢 它是一種音樂的藝術形式 嗯 所以呢 我們就不得不在這個上面 塗入大量的清理 是的 團隊 原先在最早的五六年的時間裡 我們全部都是公益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公益的 嗯 然後我們團隊都是志願者 他們也沒有工資 都完全是靠捐助啊 嗯 但是五六年以後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要開始做音樂了 原來這個它花錢不多嘛 都可以的 但後來如果不把音樂做起來 民眾就突廣不出去 對 大家會卡在好不好聽這件事上 對 我也跟國家 我跟總理要我 算了就算了 我們也得幾千萬吧 但國家也沒這錢呢 他們正好自己做 所以這個事情就 就 比較麻煩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商業合作等等 所有這些事情都從這裡開始 嗯 像現在音樂製作也仍然是我們 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 我們也希望能做出好的 引頌音樂的作品來 對 大家剛才聽到的無衣 還有什麼精靈腳丫 這些東西 是吧 這些都是花大價錢 做出來了 幾百塊錢都夠不來了 嗯 嗯 其實我們沒時候怎麼不好 只要有錢 哈哈哈哈 看起來就沒錢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給我們的基金捐款 哈哈哈哈 嗯 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音聲求氣是依據聲調聲韵探求文氣把握情感嗎 在教學中如何講清楚呢 對是的 是這樣的 教學中怎麼講清楚 我們有完整的一套方法 模式口訣 需要您參加 您送初級培訓 嗯 也是初級培訓 才就初級培訓才會講這些生命分析的事 對 會告訴您這個字 這麼讀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 我想表達這個意思 要怎麼讀 對對 比如說常識延展 高識強調 開時開朗 必時收斂 但是在開著開朗必時收斂當中 其實它還細分 所以我們有看語音表 嗯 所以你要學一下這個 你可以教 是 嗯 嗯 對 人的審美觀西化 嗯 是這樣 音樂界的西化的程度 比女兒界要強得多 要嚴重 嚴重得多 對 嗯 所以我們要培養下一代啊 等到我們下一代 孩子 他們從小學音宗長大的 聽音宗長大的 那他們的生命觀就會改變 啊 怨天尤人沒用啊 自己幹嘛 好 我們再回答一個問題吧 時間有限啊 嗯 嗯 您再挑一個 嗯 挑一個問題 我問 您送對音準的要求高不高 這個要看你是 您送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的音送目的就是自己學習 自己體會 它對音準沒有要求 嗯 是 所有的五音不全的人 自己聽的全都是全的 嗯 所謂全不全都是別人聽 所以如果你是要 要唱給別人聽 帶動別人 比如說你在課上 你要親自音送來帶學生 帶他們的音 啊 或者是要表演 那對音準是絕對有要求的 所以就要看你的目的 對 如果您覺得自己可能 音準不是很好的話 嗯 不能使用這個帶動的感覺的話 在課堂上也可以直接播放音送音頻 對 你播錄音就可以 然後呢 你來介入來講解把它深化 是 我們現在音送界很多名師 其中我看有一部分人音 等就不是太好 但是他們教學 照就沒有問題 還在教得很好 嗯 他只要播播這個音送錄音 然後去以此為基礎 繼續去展開他的教學就行 他的這個重點不在這裡 嗯 是的 好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繼續在聊一聊中提出來 我們隨時看到都會和大家交流哈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交流互動環節呢 就到這裡 嗯 現在我說一下投稿的事情 我們這個展演的環節 奪取音送的環節 還有音送欣賞的這個環節 可以投稿 那後面音送周周學的環節呢 裡面有音送周周鏈和周周用兩種方式的投稿 嗯 每周的2468點的音送教學設計也可以投稿 您可以投稿到音送圈或者是郵箱當中 音送圈就是屏幕右上方的這個二維碼 大家掃碼就可以進入圈子去發布您的作品了 或者到音送郵 或者到我們的郵箱當中 郵箱地址是 銀送堂全篇2022 at 163.com 課後 助教會把我們可以公開的這部分音頻視頻教學資料 發在銀送圈中 大家需要的話可以到銀送圈中領取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銀送音頻視頻教學資源的話 可以掃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維碼 進入銀送堂微信公眾號和學習平台 去下載銀送入門大禮包和初級資源庫 也可以在線免費觀看最美銀送 這三個都是免費的 希望大家多多的收看 多多下載 多多的宣傳 還有就是文旅部今年的重點將母 詩畫裡的中國 大家也可以投稿 其中有一個環節專門是銀送的 所以投稿的話 可以掃描海報上中間的二維碼 直接投稿 也可以投在我們的銀送圈或者郵箱當中 專為會以學術指導單位的身份參與在其中 所有的銀送的節目都需要我們來審核 那如果您需要銀送展演的指導的話 也可以聯繫我們 投稿的要求 投到我們這邊的是MP4的格式 必須是銀送的作品 需要盡量的清晰 投稿師請注明警號件加 詩畫中國投稿加篇目 備註您的學校姓名和指導老師等等信息 好 話不多說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二個環節 古詩文銀送練習 今天的主講人是高學雷老師 高老師是語文特技教師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語文兼職教研員 也是教育部中華送經典送讀行動大賽優秀評委 是中華經典送協獎大賽的專家庫送讀專家 高學雷老師會用到銀送周周學的教學視頻 今天的講師是賴國輝老師 那銀送周周學已經開通了按月訂閱址 大家可以在學習平台找到 如果您開通了按月訂閱的話 一個月以內更新的所有篇目都可以免費五數次收看 好我們現在連線高老師 銀送練習 每晚19點30分直播 由教學名師作為嘉賓主持人 帶您使用銀送周周學 每天練習一首古詩文 幫助學生熟記古詩文 感受古詩文的意境 學會對聲韵的賞息 幫助語文老師做好 課堂內拜的經典送讀練習 如果您也使用銀送周周學 輔助課堂教學 歡迎您參與我們的教學視頻徵集活動 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我們19點課堂的 古詩文銀送練習的環節 我是今晚的這個主持阿黎老師 由於每天呢可能進入的朋友 都有新的朋友加入 所以呢 這裡我還是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 咱們銀送周周學 怎麼樣來進入 那哪裡能夠找到這個銀送周周學呢 就是要關注我們的銀送堂 然後呢找到學習平台 然後就能夠找到我們的銀送周周學了 剛剛楊燕老師也介紹了 我們開通了這個銀送周周學啊 只要月定制啊 就是一個月你都可以循環往復的 看一個月裡所有的周周學的銀送 古詩詞的銀送教學 今天呢就是我們 再簡單交代一下 這個銀送周周學呢有基礎版 提高版 那麼基礎版呢它是從聲調入手 來學習音送的 而那個提高版呢是從 節奏韻律的角度 也就像聲音的角度 來去理解古詩文 建構聲音與意義的這種關係 那麼今天呢咱們一起學習的是 是高中選擇性必修下的燈快格 請大家準備好還是那句話啊 準備好不僅僅是你的耳朵 更重要的是你的嘴巴 再次確認 各位準備好了嗎 雲首雨線 天色象板 詩人黃庭間 燈快格 一來 一來 憂上 他都看到了什麼 想到了什麼呢 讓我們跟隨 賴波會老師 一起走進 這首 燈快格吧 首先我們看一下 基礎版的應用 燈快格 送 黃庭間 選擺動自由 痴兒 了卻公家事 快格東西 一晚行 落幕千山 天遠大 成江一道月分明 諸賢一味家人訣 親眼瞭音 美酒橫 萬里歸船弄長笛 此心無語白歐蒙 燈快格 送 黃庭間 作詞 祝賢一位 成江一道 尚賢一位 成江一道 祝賢 喜賢一位 东西一碗琴 落幕千山 天远大 城乡一道月分云 极弦一位佳人 却 轻眼辽宁美酒横 万里归船 农长迪 此夕五语白欧盟 一边引勇 一边不信 你们好帅的 赖老师 本周我们来一起学习 黄亭间的 灯快阁 引颂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读书方式 所谓 书读百遍其以自现 翻译过来也就是 书引颂百遍其以自现的意思 那么这首诗我们也要引颂它 好 那我们来先介绍一下这首诗 那灯快阁这首诗呢 是黄亭间在青壮年的时候所创作的 黄亭间当时啊 他正在是一个县啊 叫太和县的支县 那每天都要处理非常非常多的公务 可以说是忙得真是不可开交 那么有一天呢 他处理完这些公式之后啊 他就登上了快阁 他登上快阁 看到这个天地如此广阔 景象如此的开阔了远 因此呢 内心呢 有所感动 于是就创作了这首诗 那么我们就来听一遍这首诗的 吟诵 来初步感受一下 灯快阁 送黄亭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看天远大 城江一道月分音 出钱一位佳人皆 清颜了盈莓酒横 万里归传奴 此夕无语白欧蒙 编读诵呢 便用你们的右手来笔画每个字的声调 当快阁 诵 黄亭间 这是读诵 吃而了去 打出你的右手和笔画声调 快阁东西 一晚情 落幕千山 天远大 城江一道月分明 诸贤一味家人绝 亲眼聊音 美酒横 万里归船 弄长笛 此心无语白欧蒙 好 刚刚是读诵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遍 隐用录音 那听的时候也请大家用手来笔画每个字的声调 没记错到第四遍 致《诵诵》 。 快阁东西 一晚情 落幕前山 天圆大 城江一道月分明 出现一位佳人依觉 情也了你 美酒和红衣 万里为船 龙又成衣 此心无欲百分明 大家听出来没有 在吟诵的时候 每个字都是按照它声调的方向去唱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遍引用录音 这一遍要求大家仔细听 落幕前山 天圆大 这句诗 听听看这句诗吟诵的时候 跟其他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从中去体会作者要传达的思想感情吧 注意听的时候也请大家用手来笔画每个字的声调 灯快阁送黄庭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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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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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必大家都听出来了 这一句诗啊 落幕天山天远大 在吟诵的时候 声音比其他诗 其他诗句来得更高 来得更响亮 那么我们看 这句诗啊 除了落幕之外 它后面的这五个字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每一个字里面 都带着一个阿 比如说千山天远大 它的这个评音里面 都带着一个阿 因此呢 这五个字啊 读的时候呢 都是张大的嘴的 阿呢 就是有一种开阔 响亮的一个声音 那么这五个字读的时候 就连续的五个 开阔响亮的声音 因此啊 它读的时候就非常的响亮 我们再把它读一遍 常体会一下 落幕千山 天远大 读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嘴巴 一直张开的 张得大大的 那么呢 因此啊 它这句诗呢 读出来就非常的嘹亮 非常的开阔 那么作者在这句诗里面呢 他其实用天地之广阔 来说明他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一种向往 因此呢 这首这句诗读的时候啊 一定是非常的开阔 非常的燎远的 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现在大家对这首诗已经有了一个感性的 非常的燎远的 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好 大家看一下啊 刚刚赖老师讲这个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千山天远大 千山天 是不是三连评啊 我们讲平长则短 刚刚赖老师也说了啊 这个 读出它的了远广阔 那其实这个三连评也是把这种 黄金剑也是把这种感觉 通过三个评声 来把那种开阔那种燎远的感觉 不光是通过这个韵尾啊 它其实还通过的 它的那种 声调的那个长来凸显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大家对这首诗 已经有了一个感性的体会了 那么 接下来 请大家跟老师一起 大声的把这首诗背诵一遍 用吟诵的方式 背诵一遍 那么边背诵呢 也边用手来笔画 每个字的声调 那么老师先起个头 大家再跟着一起 灯快阁送黄亭间 吃饵了却公家事 好 预备起 好 预备起 好 想必很多同学都背会这首诗的 那么我们本周就讲到这里 课后请同学们自己多吟诵几遍吧 那么同学们再见 好 我们一起完整的学习了这个基础版的这个音诵 这个整体的这个板块 大家应该了解的非常清楚了 我们看主要它是这种替换式 就是把我们原来的朗读替换成 引诵 引勇或者是读诵 这种形式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变的情况如何 大家是不是能背下来了呢 我们讲 只要你拥有了这个技术版 你哪怕不会引用 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教 当然你要是音诵爱好者 你也可以用 对吧 那么基础版呢 它非常适合初学者 来跟着学习 也希望您呢 向周边想接触音诵的朋友啊 或者是学生呢 介绍一下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种老祖宗 留下来的传统的读书方法 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提高版的 大家在关注提高版的时候 和基础版进行一个对比 看一看哪里发生了变化 时间关系呢 我可能有些引勇 或者是读诵的部分呢 我可能就快进了 请同学们先完整的听一遍 这首诗的吟诵录音 来初步感受这首诗的节奏韵律 好说一下这个提高版啊 它是适合刚入门的老师 它就是你也能够使用啊 那你有基础的呢 同样可以使用啊 它立足于赏息的基础上增加了 我们讲简单的声音 声韵的包括异象呀 包括一些异象久违的一些 最守时落时的一些点 我们讲可能适合 有一定基础的啊 有一定基础的 那个老师和吟诵朋友来使用 吟读的我就快进了啊 吟诵的节奏是高低起伏 快慢相间的 非常有韵味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通过吟诵 仔细的一步一步的品味这首诗 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下注释跟大意 这是完成教学目标的 大概在讲什么 通过刚才的阅读 现在我们写这首诗的大意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这首诗正确的引诵出来 通过声音的高低长短 把它的含义传达出来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首诗的文字谱 那在谱上呢 把这首诗每个字的高低长短 它的读音 它的读法都呈现了出来 那么我们具体看一下 每一句诗分成上下两行 在上面的要读的高 在下面的要读的低 那每个字后面的点数表示读的长短 点数越多的就要读的越长 好 这个文字谱上已经把高低长短的读法 清楚的告诉我们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着这张文字谱 把这首诗大声的读诵一遍 边读诵呢 并用手来笔画每个字的声调 那怎么笔画呢 高的就在头顶笔画 低的就在胸前笔画 长的就笔画长 短的就笔画短 好 比如说第一句 老师示范一下 吃而了却公家 是 高低长短很明显 那么它笔的时候呢 就应该是 吃而了却公家 中间这个横线以下的 在胸前 高低长短 以上的读高的在头上 好 那么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 来笔画声调 把这首诗大声的读诵一遍 它的关键呢 就在于 我们读的时候 把每个字都按照声调的方向 去唱它 那这个呢 也叫做一字形枪 什么是一字形枪 一句声调 来进行读诵 或者是引用 这叫一字形枪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听便 引用不一 来听听看 是不是这样的 那听的时候呢 也请大家用手来笔画 每个字的高低长短 好 时间关系了 我们就 不再这个 跟着来 引用了 大家如果还想引用的话 可以登陆 我们音乐 学习品牌 我们送周周围 来去 跟着 听用 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么有了刚才的听和读的准备 我们就有了读懂这首诗的基础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下这首诗 它讲了什么 就是上期了 这首诗呢 是 黄平坚在轻壮年的时候所创作的 那他当时呢 正 坐着 太和县的支县 每天要处理非常多的 事物 公事 那么 有一天呢 黄平坚就处理完非常繁杂的这些事物啊 非常琐碎的这些公物啊 之后他呢就到快阁去那边去游览 那这个快阁啊 快阁那个地方 他因为江山广远景物清华而得名啊 非常的出名的一个地方啊 那黄天坚在这个地方啊 登上快阁去众目而看啊 天地如此广阔 因此呢 他就内心呢 得到一种非常大的欢愉 那因此呢 他就有了一种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 那于是他在这种心境中呢 就创作了这首诗歌 那这首诗歌啊 他呈现出来的境界啊 都是非常的辽阔 非常的广阔的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啊 落幕千山 天远大 这个山啊 他一脱长 我们感受一下 落幕千山 就感觉 哇 非常的辽阔啊 连绵不尽的山啊 如果不脱长是什么感觉呢 不脱长就是 落幕千山 天远大 读着就感觉像是一个小山包 就很小 但是如果你把它脱长 落幕千山 哇 你就感觉 视野非常的辽阔 这山呢 就是连绵不尽 非常的 辽阔啊 这个 环境啊 就从这个脱长的山里面 它这种开阔感就给它呈现了出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啊 比如说啊 还有这个 成江一道月分明 这个江脱长 我们看 成江一道月分明 你把成江脱长 是不是也能感受到 江面如此开阔啊 成江 那么如果我们不把江脱长 我们再读一下 感受一下 不脱长江呢 那就是 成江一道月分明 你对比一下啊 是不是非常明显 成江一道 跟成江一道 哇 你就感觉 前面是一条小河 小水沟 后面是非常辽阔的成江啊 你把声音一脱长 这个意思就传达出来了 好 那这些山啊 这些江啊 这些月啊 这些景象 都在坐着灯上的快阁 它的众目所揽的 这些视野之中 那么我们看 它在快阁里所看到的景象 是广阔的 还是狭载的呢 我们看东西 哎 西字一脱长是什么感觉 快阁东西 哎 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把这个西翼脱长 你就感觉到坐着 其实看了很久啊 视野非常的开阔 所以呢 你一脱长就有这种感觉 我们再读一遍 快阁东西 哇 非常的开阔 好像看不 看不断啊 就是这个视野就没有被遮挡住 那如果你不脱长 那我们感受一下 快阁东西南北 快阁东西一晚情 那你不脱长的话 那就是快阁东西一晚情 那就感觉没有多辽阔啊 就好像就看了眼前这么点东西 那一脱长就整个就不一样了 因此呢 坐着啊 通过这个脱长的声音啊 通过这个广阔的天地啊 他其实呢 跟他所处的这些公事啊 公家的这些琐事啊 那这种对比呢 就隐含着坐着想要去过一种自由自在生活啊 他的内心的这种向往 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对声韵的理解 再听一遍引用录音 那通过声音去感受 坐着的思想感情吧 是啊 通过延长的声音啊 就是脱长表示延长 那通过这个延长的声音 就告诉我们很多言外之意了 因此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长 表达延长这个读法含义之后 我们再来解读诗歌 再来感受诗歌 那就不一样了 就如虎添翼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什么是长诗延长 好 我们知道静体诗 他在二四六位置上的平声字 都要脱长 那么一脱长呢 就带给人一种延长的感觉 什么是延长的感觉呢 好比说我们在路上 我们隔老远的就看到一个同学 在很远的地方 我们叫他 我们叫他的时候 声音自然的就呼喊的很长 比如说我们会说 叫明 你叫的非常长 意思呢就是啊 他在很远的地方 因此呢我们要脱长的声音 拉开嗓子 脱长声音去呼喊他 所以说呢 把声音脱长呢 就有一个辽远的感觉 就有一个延长 向外延长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在诗歌中呢 这种延长呢 它一共有三种延长 我们来看一下 一种是空间的延长 一种是时间的延长 一种是思绪的延长 空间的延长呢 就是空间的开阔感 刚才我们读到首诗里面 那些都是空间的开阔感 一脱长就有一种开阔感 另外一种就是 时间的持续感 还有一种叫思绪的绵长感 好 这个呢是延长的三层 三层含义 那么我们学会了尝试延长这个读法含义之后 我们再来听迎诵录音 我们再跟着吟诵录音 把这首诗读一遍 亲自去体会一下 什么叫尝试延长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阅读啊 这样一种吟诵 我们对这首诗的体会 就会更深了 好 现在我们就跟着吟诵一遍吧 嗯 时间关系了 我们就回去体会了啊 大家如果想起说了啊 回去自己体会一下啊 这首诗的鉴赏方法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详维的就是最后有一个思考题 那么老师在这里给同学们出一个题 是同学们自己思考一下 这节课的 这首诗最后一句的传 它读的时候呢也是拖长的 那么它一拖长表达了什么样的含义呢 经过以上的分析啊 想必同学们对这首诗 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体会了 那么本周我们就讲到这里 课后呢 请同学们自己多跟着录音 吟诵几遍 好 那么同学们 再见 好的 啊 通过提高版的学习啊 我们 通过这种声韵啊 意向的点播 以及那个小天使 啊 这个尝试延整的这些讲解啊 我们能够体会到这首诗黄庭坚 啊 登快阁的那种啊 感觉 其实这个我们很 很自然的会联想到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啊 你出去每天啊 出去游玩一下 就是那种感觉可能啊 好 希望大家能够从古诗词的引诵当中 品味到人生的啊 很多吧 啊 俗话说光学不练是甲巴士啊 那我们尹诵唐呢 为了 啊 学练用结合啊 开辟了这个 尹诵周周练和尹诵周周用 这个呢 刚刚 杨阳老师也已经介绍了啊 就是大家 希望大家 能够积极的实践起来 啊 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教学智慧啊 我们建成古诗文的时候呢 要回到我们 古诗文创作的 原貌 回到我们的 中华诗教文统 通过 九个不同的 维度的解读 去 提取 中华文化精神 来达到立德素人的目的 我把这个叫做 一向去维持法 这个方法呢 是自古以来 就是这样 今天呢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 也读一下 原朝 张阳浩子 三波阳 中华怀 这一天 三曲小令 大家也都是非常熟的啊 就不念了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解读啊 这首 三曲呢 就是 一般大家都觉得 就是很熟悉 很简单啊 很明了 如果说的意思呢 也很清楚啊 就是这么一种 批判现实的 这么一种作品吧 这可能是我们 语文啊 古代文学最熟悉 解读起来 最熟练的 一种作品啊 但实际上呢 也不是那么简单啊 我们先看看 这首三曲的声韵 和律 那么 这一支 三曲 它全部都是绿句 就是都是和和律的句子 但是 圆曲啊 分北曲和南曲 山坡羊呢 也是这样 这个曲牌 有南曲有北曲 很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张亚浩的这一支呢 是属于北曲 北曲和南曲有什么区别啊 南曲 基本上是颂词的延曲 它还是比较严格的遵守格律 啊 入声啊 压运这些规则 北曲就不同啊 北曲 基本上是啊 从这个颂词 向这个戏曲 板枪体 这么一个过渡的中间状态 很多的 北曲已经 不再和和律了 也不再压运了 啊 啊 那么这一首 山坡羊呢 平赏去 三个运通压 啊 就是没有出现入声啊 啊 运压运呢 是既有平声 又有赏声 又有去声 但是他们的运母是一样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首诗 就不是压运的 它就压的就不是运 运是包括声调的 这平赏去 运母一样 但平常去声调都一样的字 这个不能叫压运 这个应该叫合折 啊 我们有个词叫合折压运 合折和压运 不是一回事 合折 就跟我们今天的 这个白话式的创作 这样 这其实压的是运母 就运母是一样的 它不管声调 压运是必须是同声调 才能叫压运 所以 这一支是北曲 而且已经合折了 合折又意味着什么呢 合折意味着格律啊 读不出来了 虽然 填的时候 还是按照格律 填的 这个曲牌 它里面都是要合格律的 但它读的时候 不按格律读了 你看它运 它就不按格律来了 它不按格律读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它的陆声字可能不再读短了 这个元朝啊 这个官话 已经是没有陆声了 看中原音韵 作为元朝官话的代表性的运输 中原音韵 它就没有陆声了 陆派三声了 好多人说这个普通话 怎样怎样怎样 其实普通话的基础是元朝的话 元朝就已经基本上 形成了普通话的样子了 但陆声不读短 虽然合格律 但是我估计这个平色之间 这个对称关系可能也就消失了 所以读起来 可以不必平长色短平低色高 这个当时的这些作家 除了这个战友好之外 像花汉青啊 这个北 北曲的这些人啊 很多 你仔细看他的曲子 我觉得都是已经 就是已经没有陆声 这个不押韵 然后虽然是合格律 但应该是不按合律 堵了 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可能也就不能按平长色短平低色高 来分歧这个声韵 我们说一下押韵 这一支呢 散曲小链 它压的韵呢 其实压的是韵母 都是呜 呜 这是个闭口韵 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 这个北曲也是这个样子了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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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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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间呢 舒缓了一下 这个赏序的情绪色彩要强一些 平生运 它是这个 比较中性的运 最后呢 是赏声 这个赏声 到底应该怎么读啊 我们说过这个关于赏声的问题 赏声有两种读法 一种是细巧亲密 另外一种呢 是高呼猛烈 这个唐朝以后 尤其是北方 这些诗人呢 它经常赏声要独成高呼猛烈 我们举过那个杜甫的望月的例子 在这里呢 我觉得这个赏声运呢 这个不好判断 我总觉得可能还是婉转 就是细巧亲密这边的感觉 为什么呢 但是苦啊 苦啊 这会让人联想到这个敏龙啊 是吧 这个 看低河下土啊 利利皆辛苦 如果这个 这个声音如果把它读成高呼猛烈 就是把这个赏声的前面部分缩小 后面部分延长 是吧 图成这个 利利皆辛苦 这个感觉 不太对 感觉不太对啊 这个 这个 不复的望月可以 对吧 一栏众山小 这种感觉是对的 所以虽然张养浩是个北方的 是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首 这首这个 三曲还是读成婉转感慨的感觉比较好啊 这是关于押韵啊 押韵 从理论上来说 什么地方押韵 为什么要押韵啊 汉语的诗歌的押韵 往往是长主音所在 从音乐上来说 这个地方是个长主音啊 主音是干什么用的呢 主音就是唱歌的时候 往往从这个音开始唱了半天又回来 啊 然后又从这个音开始唱了半天又回来 所以主音往往会给人这个结束的感觉 押韵这个地方呢 又是长主音所在 所以 他就强调了结束感 我们在 啊 这个 银送的培训当中 在拓展培训当中 我有一章 专门解释这个押韵和长主音的关系 这个 我们汉语诗歌的押韵呢 他的功能是什么 他的功能就是强调结束感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 中国的汉语的歌曲 唱起来都一句一句的 是吧 你看这个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摇 短短正正的 你看 一段一段 是吧 你听那些英语歌 都 都串一块呢 是吧 大丛句是吧 就是这样子 其他很多民族的歌也是这样的 他不像我们 就很明显的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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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就这样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押韵的特点 所以呢 我在押韵那个 培训里面 押韵那一章 特别说我这个事情了 就是这个有韵和没有韵的这个句子 他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一旦这个地方出现了韵 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拖很长 然后才能开始下一句 是不是 因此他就 经常会给人感觉这一句结束了 我们现在的 这个 语文也好 古代文学也好 给这个武师加标点符号的时候 一律是 姬位句斗号 偶位句句号 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家伙 首先 逗号句号都表示停顿 可是我们押韵的地方是拖长 你就算是加标点符号 你也应该加破折号 不应该加逗号句号 第二 他根本不管押韵的事 出眠不觉小 逗号处处文体鸟句号 可是这个小和鸟是押韵的 小也拖长 鸟也拖长 拖的一样长 凭什么这个加逗号 那个加句号 实际上完全把意思弄错 一个逗号一个句号 一个逗号一个句号 就使得我们理解古诗 总是把两句连一块 当成一句来理解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春眠不觉小是一个意思 处处文体鸟 是另外一个意思 有人就理解错了 以为春眠不觉小是因为处处文体鸟 给吵醒的 你看看 这就理解错了 是吧 这是两句 俩句号应该 俩破者号 是吧 白日一山进 黄河入海流 近和流不亚运 所以那中间 是应该有个多号的 他意思是说 白日一山进了 黄河入海流了 以阴阳两方面的事情来说明一件事 青春不在了 是这个意思 两句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 春眠不觉小 处处文体鸟 这一句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读书啊 吟诵要特别注意这些事情 不吟诵的人他们是不懂这些的 他们只数那个句子 第几句 逗号句好 逗号句好就这样了 我们要看运 那么这个小令呢 它 它是逐句用运的 你发现了吗 每一句都押运 它不是格句用运 而且它这个句子呢 有的还很短 这造成什么 这造成呢 你表达意思的这个句子的字数太少 啊 逐句用运 是我们早期的诗 诗经啊 逐句用运就很多 大部分都是逐句用运的 但是到了汉乐福以后 尤其到了魏晋文人诗以后 逐句用运就很少了 大部分都是格句用运 格句用运会使得我这一整句的意思 我的字数很多 我就可以表达很丰富很复杂的意思 但逐句用运就没法去表达 很复杂的意思 因此诗经的东西比较多的 都是直书胸义 有点像外国的poem 是吧 直书胸义 然后比喻 以人夸张 就这些 但是它没有异象 还有这个 就是象征 这种手法 对称 这种就比较少 所以呢 这个小令呢 它的运比较密 句子又比较短 这就造成了它的意思 没句的含义 比较直白明确 而且 读起来 就包括当初唱起来 语气都要比较急促 啊 它不舒缓 句子 句子短呢 它句子短 不舒缓 刚说几个字 就得回到主音上 刚说几个字 就回到主音 就是这么样子啊 所以呢 综合以上 这些事情 还有当时其他的人 也创作了很多山坡羊啊 这个曲牌的作品啊 可以大概的知道 山坡羊的风格是 豪放 诙谐 明快和热情 啊 是这么一个 它又是个小令啊 这个牌 这个曲牌啊 豪放 比较直接 这句子都短嘛 说啊 诙谐 啊 为什么它最后 有那么一个反复的句子 是吧 在这个里面就是 新百姓虎 王百姓虎 那别的人的里面也都这样 最后一句基本一样啊 所以 它就比较诙谐啊 这个 比如说下雨了啊 走得快也淋雨 走得慢也淋雨 这意思啊 这句诙谐啊 明快而热情啊 当初元朝这个山坡羊 啥样 怎么唱 这个 不可考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啊 我们中国 据说 最后一个会唱原曲的 也是上个世纪去世了 上个世纪去世了 但是 没有人跟他学啊 那个时候这些事都不重要 是吧 大家都都不关心啊 所以现在没有人会唱原曲啊 但是民间传下了很多山坡羊 啊 比如说丽江古乐 你们去丽江看那个 那西族古乐啊 那里就有 那东京音乐的山坡羊 这个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山坡羊 传下来 戏曲里头也有山坡羊 这山坡羊全都不一样 但是呢 可供参考 因为大部分的山坡羊唱出来都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风格啊 豪放 灰血 民快和热情啊 我给大家呢 听两个啊 第一个是1953年 啊 不是1953年 第一个就是这个陕西 就是西安 咸阳这儿的啊 咸阳这儿留下来的这个山坡羊 我们听一下啊 咸阳这儿� Zither Harp 我们听一段就可以了 大概了解到这种风格 这是唢呐的 然后我们来听另外一段 这是1953年采路的 山坡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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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说修辞啊 这句呢 这一篇呢 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两句啊 心百姓苦 亡百姓苦 嗯 这个到底是用了什么修辞方法 哎呀 我看这个说法不一啊 啊 这个 嗯 嗯 主要是两种说法 一种呢 说是 对偶 啊 对称 另外一种说是反复啊 啊 这个我看有的卷子还考过这个啊 这个语文卷子 考过到底是什么 啊 但结果呢 这不同的卷子答案不同啊 有一个电视节目 我记得孟非主持的 赵忠祥都参加了 出了还出了这个题 这个到底是什么 呃 这个 修辞手法啊 人家嘉宾回答说这是 对偶 结果错了 这正确答案应该是反复啊 啊 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啊 啊 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 这是这个 这是队友兼反复 这俩都用了啊 你要说反复 他百姓虎是反复 星河王又是队友 嗯 这个就比较奇怪啊 这比较特殊的一个修辞方法啊 队友兼反复 队友和反复还能合一块 队友和反复合一块之后 他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效果 因为这个队友啊 我们说过是什么意思 他是用这两个东西来代表阴阳双方 然后用他们来代表整个世界啊 是这个意思啊 星百姓苦 王百姓苦 什么意思 没有人会说啊 就是说他星的时候百姓也吃苦 王的时候百姓苦 不 大家都明白意思就是说百姓永远是受苦的 是这个意思 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星和王两种情况吗 没有 星和王还有个中间状态的 既不兴也不王 对不对 这不用说了是吧 他说的是所有任何事 那这个意思是吧 山坡洋的结尾都是这个结构啊 别别的人做的山坡洋也是这样 所以他就有一种诡谐的味道在里头了 啊 这么一个结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整个是世界都是这样的 也就是不管怎样都不能改变的意思 他呢主要用来表达两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是坚定 生我也是你的人 死我也是你的人 你看这是坚定是吧 另外一种是无奈 无奈啊 就是干活也没有钱 不干活也没有钱 他就是无奈了是吧 表达这两种啊 而这与元代的文人无希望无出路的处境有关 这个元曲啊整个的状态和以前的唐诵 唐诗诵词完全不同 就是因为元代文人没有出路 元朝不承认中华文化 学中华文化没文凭 不能当公务员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元朝文人没出路呢 大批的隐居 然后这个心态啊 就是这么一种很无奈的心态 所以就经常发牢骚 牢骚非常的多 所以就出现了山坡羊这么一种特殊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几个啊 比如说乔吉的 然后说白也是眼 青也是眼 这是阮记的这个典故了 说阮记这个人口不脏痞人物 从来不说什么人好什么人不好 他不说 但是他眼睛都透露出来 他瞧得起的人 他用眼珠看他 叫青眼 瞧不起的 他用眼白看他 就翻白眼 跟人家是吧 这个 青也是眼白也是眼 什么意思啊 你看 这不是说了吗 是吧 同团九万 腰缠十万 扬州贺贝 齐来贯 哎呀太有钱了 怎么样呢 世间观景兰山 黄金不负 英雄汉的 结果怎么样 没了 没了之后呢 一片事情天地尖了 这回就能看出人情冷暖了 白也是眼 青也是眼 就是说有人对他好 有人对他不好 但是这就是世间的世道人情啊 就这个意思 是吧 下面这个赵山庆的这个 山空字愁和空字流 所以你就知道他最后的这三个字不见得完全一样啊 基本一样 陈草安这个山依旧好 人憔悴了 哎这就是一个完全的对称 就是说他后面三个字也可以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完全的对称 完全一样 他就是想说一个统一的规律 这样啊 那我们看这个张养浩的这几首啊 张养浩这次去这个陕西啊 一路之上做了八首山坡羊 反正我们留下来看到的是八首啊 我们看这八首 看最后这句啊 功也不久长 名也不久长 大家可能会奇怪说这三个字怎么多出一个字来 这个就是称字啊 这个圆曲是可以加称字啊 称字就是不不占的格律 唱起来的时候就是不占那那个调的那个部分 他在调之外啊 这个是这样 丽山怀谷啊 有这个 赢都变做了土 书都变做了土 啊 就是 这个 这个 变做土 和变做土 啊 兜和乐是称字啊 北王山这个怀谷说这个 便是君也换不应 便是臣也换不应 我这写错了 便是臣也换不应啊 这个 这个便是君这个便 他也是个 称字啊 也也是个称字 这个 首先就是我们对最后这一句的这个修辞 先琢磨清楚啊 他到底在说什么 现在我们说本事啊 张养浩欺人其事 只要是语文 这个讲到这里都会讲这个事情啊 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啊 张养浩是一个元朝的一个非常正直的官员 后来呢 就被排挤的就没法做官了 就只好回家隐居去了啊 结果 老了老了 朝廷又来找他啊 为啥呢 给他一个苦差事 没人去 陕西 关中地区 大旱 死了很多人 朝廷要想去镇际灾民 想元朝这个政治这个黑暗啊 什么官场这个混乱了 是吧 镇际灾民这件事 几乎是做不成的啊 但是要不做呢 那边关中就该反了是吧 没人敢去是吧 所以就又去找张养浩 张养浩本来是发誓是再也不做官了 后来听说是镇际灾民 真的是动了侧影之心啊 还是去吧 去了去了这个 结果一路之上 见到这个灾民呢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随着他进入这个陕西 哎呀 真的是心动不已啊 他把他所有的家产都捐出去了 镇际灾民 最后就死在任上 死在这次镇际灾民的这个工作上 以身殉职了 此次为镇灾而来 一共留有八手山坡羊 我们看这八手山坡羊 这个从免迟开始啊 一路行来 他的关注点 开始的时候他关注的是师大夫 后来关注王朝的兴亡 后来就关注到百姓来了 逐步下沉 为什么 因为他碰到的灾民越来越多 他真的开始实际上 开始做镇灾工作的时候 哎呀 他感受到他个人的无能为力啊 感受到他巨大的 身上巨大的这个责任啊 我说最后他等于说累死在这个 这个任上 对吧 殉职了 说到这种程度 这首取的这个主题是次时探视 这个很明显吧 我们现在一般说批判现实 古人就说是次 次时探视 但是 这里也有问题啊 关键是对最后一句的理解 怎么去理解他 我们现在这个 一般流行的赏息是怎么说的呢 新百姓古 王百姓古 都说张养浩 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突破了封建社会 知识分子的 那个 那个局限性啊 居然看到了 整个的封建社会 就是地主阶级 压迫农民阶级的 这么一个事实 看清了这个 这个 我看好多地方都这么说 我觉得这事值得商榷 新百姓古 王百姓古 这个王百姓古 大家 这是共识是吧 关键他这个 令人震撼的地方 就是说了新百姓古 这件事 新 为什么百姓古 如果兴 百姓也苦 所以呢 那就是兴和王 反正老百姓都是倒霉的吧 是吧 有点像武迅说的 这个 我们只有两种时代 一种是 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一种是连奴隶都坐不稳的时代 是吧 这个 所以现在基本都是按这个思路来解读这句话 所以他是否定了整个的封建社会 因此这首词具有非常高的思想高度等等 你看看他八首当中的那七首都都没这高度 突然这首有了这个高度 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有点多少有点不合逻辑 我们要回到这个元朝 回到当时的这种语言环境 来了解这件事 这个词指什么呢 我们经常听到复兴这个词 比如说东汉复兴了西汉 又听到中兴 这个王朝本来下去了 又起来了 这个叫中兴 这个兴指的是整个国事国立国家王朝 他的这种繁荣昌盛 是吧 如果兴的定义是这个 整个王朝的繁荣昌盛 那么怎么会百姓苦呢 这是矛盾的嘛 是吧 这个兴应该是百姓得了好处 要不你怎么能叫兴呢 也不能叫做兴啊 是吧 我们 所有的史书 古人所谈到的历史 用这个兴这个词的时候 从来都是这个意思 兴了百姓一定是得好处的 你看这个签字文说的周朝之兴 是吧 周朝之兴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爱欲离手 臣服荣腔 是吧 这是说的人呢 还要说这个 名凤在足白居时长 所有的动物 大家都是自由自在幸福美满 这个才能叫做兴 所以兴 怎么能百姓苦呢 是吧 所以 按照当时的这个语言来说的话 它的意思是 这不是真兴 哈哈 这个不是真兴 真正的兴 哪有这样的 然后你要看一下 他整首词 整首曲说的是谁 说的是秦朝 崩雀万间都做了土 说的是秦朝 秦朝之兴 那不就是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 我们现在都认为 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期 秦朝统一了天下 是吧 我一直反对这个说法 我认为秦朝他就没统一过天下 是吧 就算满打满算 秦朝统共存在了19年 就是把什么零七八岁全算上 也就才19年 是吧 一个一个王朝存在了19年 这个好意思叫一个王朝吗 是吧 而且实际上他存在了多少 实际上就是9年 9年 秦始皇一死 天下马上恢复到战国状态 哪个地儿归他秦管啊 只有秦国归他秦管 是吧 一个9年的王朝 好意思叫王朝吗 是不是 真正统一天下的是楚国 是吧 楚国呀 汉朝 刘邦项羽他们那个朝叫张楚 楚国 刘邦项羽都是楚国人呢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是我们古代的历史观的一个传统的历史观 就是认为秦 秦 是暴秦 秦 非 华夏 自从商鞅改革 秦就不再是华夏人了 他们回到了蛮夷状态 再也不管那些人性的东西 再也不管博爱的东西 一切都以追逐利益 为目标 他们不再是中国人 这样 这是我们传统的观点 所以兴 这种兴 百姓会苦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所有的王朝兴了 百姓都苦 如果张养浩有这一观点 那张养浩的确 就不是元朝人了 而且你看一下张养浩其他的文章 诗词有这思想 他没有 所以我们要按照传统的思想来解读 他指的是这个 所以他说的仅仅是秦朝 不是泛指所有的朝代 所有的朝代 兴百姓都应该是 日子好过 不是受苦 兴百姓也苦 王百姓也苦 那还了得了 那这百姓都是大傻瓜 是吧 早就造反了 是吧 为什么很多朝代百姓还是拥戴的呢 不但拥戴 为了保护这个朝代 真的是抛头颅撒热血 是吧 就是因为这个朝代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民本主义 很多赏西说到了民本主义 我觉得这个很好 什么是民本主义 确切的说 中华文化 他的社会啊 是个差等社会 我们有尊卑啊 天尊地卑 乾坤定义啊 我们的社会是讲究尊卑的啊 尊卑不是压迫 在欧洲 在西方 在其他的地方 只要社会分等级 上级就压迫下级 整体利益向德者居尊卫 有德的人居尊卫 那什么是有德的人呢 造福于人的是有德 福越多 他所以居尊卫 所以我们的这个金字塔的差等结构 利益是向下输送的 我觉得今天 我们向西方世界 来解释我们的文化制度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时候 就是没说清楚这件事 我们向自己的国民 也没说清楚这件事 我觉得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 最了不起的地方 最辉煌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社会 利益是向下输送的 凡是出现了利益 向上输送的时候 我们就骂他 对 他可以出现 他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 但他不是好东西 他不像西方 出现利益向上输送的时候 觉得这是对啊 就应该这样 我们中国人认为是不对啊 真正得好处的应该是农民啊 老百姓啊 这个就叫民本主 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 可以说最辉煌的地方之一 了不起的地方 这件事 这首 曲说的就是这事 啊 新百姓骨 王百姓骨 说秦朝呢 所以怎么样 你长久不了啊 中华史官的衡量标准在于为民造福 这个王朝好还是不好 我考虑的是他是否为民造福 历史 历史 是这样来衡量的 我们中国的时光 否则 避不久长啊 所以功却万千都做了土啊 是吧 哎 房子都供电 没造好呢 就叫人家一把火烧掉 是不是 说的是这 那 这又在说啥呢 此处遇止元朝 你再知人论事结合一下 就明白了 是吧 张养浩作为一个正直的管理 一路之上见到灾民这种情况 他不气死了吗 是不是 这什么造成的 这难道真的是天灾吗 这不是天灾 这是人祸 是不是 什么人造成的 元朝统治者造成 为什么 暴政 像秦朝一样 暴政 避不久长 就这个意思 但他作为一个元朝的管理 这话不能这么说 是吧 不能这么说 所以他就 这么 曲折的 以骨欲金的 把这个 道理 说出来 把他心里的话 说出来 你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你还想活吗 你这个王朝 还想活吗 是不是 元朝怎么样 果然是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短暂的 这个 朝代 是吧 满打满算 也就90年 满打满算 真正来说也就50年 就完了 那么强大的 蒙古 蒙古 蒙古军队 是吧 成吉思汗 结果怎么样了 两代人就完蛋了 是吧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这么来解释 可能更好 而且这么来解释 不是 我们才是 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解释 也才能突出我们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 而不是说我们历史上全都是黑暗的肮脏的东西 不是 是吧 不是 我们有张养浩这样的人 这样的看待历史的人 而且张养浩代表着 几乎是全体文人如是 都是这样看待历史 看待政治 看待我们的社会的 所以他们是 中华文化的脊梁 我们传承 要传承这样的精神 这是中华文化精神 你把整个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 地主阶级压迫 农民阶级的 所以全都是黑暗的 一锅就断掉了 是吧 我们中国这么野蛮落后 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欧洲他们先进的文明 怎么就成这样了 是吧 那就跟我们现在的整个利得树人的目标背道而驰了 好 最后来吟颂一下山坡羊 我总感觉出不来那个味 那个味 那个时候的味实在是出不来 我们就是普通话的勉强吟颂一下 啊 嗯 风乱如巨 波涛如怒 山河飘里通管路 往西温 往西温 往西渡 一愁处 上心情寒 清醒出 往西渡 一愁处 海温 这里更多的教学资源 请关注 银宋堂微信公众号 我们来回答一下问题 我们来回答一下 秦汉只是指汉吗 对 他这个地方当然是秦汉 他经过的地方都是秦汉 秦汉的地方 但是汉朝没有被人烧了供电 当然到了赌卓的时候也有 但是 这个汉朝 你不能说是汉朝执行百姓苦 就不符合历史常识 是吧 张晓昊不会这么说的 秦兴百姓苦 汉王百姓苦 不是 那这个意思就不符合他这个 兴也苦 王也苦 怎么都苦的意思 他说的是秦 秦兴 大家也苦 是吧 修万里长城 是吧 又打仗 是吧 你想想 这个陕西这是秦国人呢 是吧 商鞅变法以后 大家都勒紧裤腰带 各个都跟着蹲监狱似的 是吧 过这种日子 就拼了老命去打仗 终于把天下都打下来了 打下来 然后是不是得享福啊 我们终于把天下打下来了 你看看秦始皇上 他们秦人享福了吗 不像那个 那个清兵入关以后 所有的满族都发银子 是吧 按月发银子 秦朝没有啊 他们秦国人照旧 还跟袁连一样 这苦是哪个头啊 所以这个就叫 兴百姓苦 王百姓苦 王的时候还不是被人屠杀 是吧 兴的时候 还不是活着 还不如死的 是吧 那状态 是吧 秦朝 说的是秦 秦汉之交 是吧 秦的宫殿 不是被项羽给烧了 是吧 对 这个绝对是借骨俸进 借骨俸进 你说这次陕西的旱灾 是怎么回事 是吧 为什么把他们一个老头 请出来 从家里请出来去 当地官员不能正在吗 是不是 元朝那朝廷里那么多人 文武百官 怎么不能去啊 想一想 就明白了这事 是吧 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引送吗 不是可以 是一定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解 引送 只是你这个理解 不能瞎理解 是吧 你得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 这首曲怎样交娃娃引送 我说了这个曲子 他没有入短蕴长 平长色短 平低色高 主要就是理解 然后情绪的变化 然后你就让孩子们 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引送 先鼓励他们 自己引送 然后再 你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再去调 不能以进体式规则引送 那就是五体式的规则 五体式 但你还要把入短蕴长也去掉 那就剩的一字形枪 一字形调 这样就可以 去镇灾才有这山羊去吗 您是什么意思 是说这个曲牌啊 还是说这一篇呢 曲牌是早就有 这一篇就是去镇灾的时候做的 他这次去镇灾做了八首 我们看到的有八首 也许他做的更多 这一篇镇灾 镇灾去了 他都叫怀骨 都叫怀骨 他这一路之上经过的地方 都叫怀骨 一直到丽山啊 到咸阳啊 开始是从免迟开始了 这一路之上走过去 张响浩是济南人了 像东启南了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曲调把握不准 您说的曲调把握不准 是指音准 就是导来密发扫拉西 到这个音准问题呢 还是说不知道该高低长短 怎么去安排呢 如果是音准问题 您要去做试唱链尔啊 如果是高低长短 这是夺取的问题啊 这个得中级班我们才讲这些啊 初级班我们讲的是旋律框架 基本框架 哪个高哪个低 哪个长哪个短 但不会讲高多少低多少 这个怎么去处理啊 这是比较高级的技巧了 主题分析 主题分析 大家要看那个 股市民建赏全套方法 要看那个课程 中级培训也有 这个得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讲 每个主题都不一样 可以直接上中级班吗 不行啊 一定要先上初级班 不然你听不懂 测运运字在格律式和词中的 音准长短问题 你这个问题比较深入啊 是这样这个测运啊 首先是唐朝以前压测运 他是四声对五音按高度来唱 所以他评运测运都可以脱长 因为他不导字 他是听按音高来辨别声调的 唐朝以后改成按声调方向长 这个时候这个测运呢 如果按声调方向长 再一脱长就脱不长 因为他赏声太高 去声太低 入声又顿住 所以呢 唐朝的所有的字运的诗呢 就是骨体诗 他速度都快 就是我又 我又不能拖得太长 但是运字又得是最长的 怎么办呢 我的处理方式就是 把前面的字缩短 只能这样 结果就造成了骨体诗很快 所以唐朝就出现了歌形体 速度很快的骨体诗 然后到了词呢 从这个中堂开始 这个艳乐兴起 这个词 他发明了一个唱法 就是第一声先把声调唱出来 然后后边再用 就是尾腔去表达情感 这样一来呢 赏去入都可以唱了 因为他脱长呢 他只看第一声 判断他的声调 后面是用来表达情感的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板腔体 一直到今天的戏曲 都是顺着这条路走的 所以这个泽运呢 脱长 我的主张就是 古体诗 唐朝以前的古体诗 泽运也要脱长 唐朝的古体诗 泽运也要短 但是呢 前面的字要更短 唐朝以后的古体诗 这也是这样啊 但是诵词和曲当中 泽运要脱长啊 脱长的方式是 最好是用水摸腔啊 水摸腔就是第一声 是声调 后面是用来传达情感的 这个意思 如何模仿写词 如果您有了基本的诗词格律的基础 又有了基本的意向 就是诗语的基础 之后您可以做诗 做诗以后可以填词 填词呢 当然第一步 当然是词的格律 这个要懂 但是我们吟诵的人 跟他们一般填词的人不一样 我们还会注意旋律 也就是注意整个曲调的变化 所带来的情绪的这种曲折变化 要注意这个 这个要一步一步来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吧 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再见 欢迎您关注银宋堂微信公众号 点击左下角加入银宋圈 获取更多传统文化教育资源 感谢大家